可以了嗎 試一下聲音 聲音測試 聲音測試 大家都可以喔 沒有人 好 今天早上大概遇到什麼樣的狀況 是不是對方還撞你們的海巡艇 那海巡艇這樣 各位記者朋友大家好 我是新竹海巡隊隊長 那以後我來為各位說明本日 我們的新竹海巡隊188艇 待案越界露傳的一個案件說明 那本日本隊的188艇 在本日執行巡邏勤務的時候 那發現有一艘 越界的露傳利用 國人歡度中秋加減之際 入侵我國的禁止水域 裡面來做拖網的一個作業 那並且它的船身插油 阻礙我們去做登檢的一個鐵條 那本隊的一個巡防艇 發現這個狀況之後立即前往 那依我們的規定對它做廣播 請它配合我們的一個授檢 那這艘露傳 它不只不配合那個授檢 而且企圖衝撞本隊的巡防艇 並且用蛇型的方式來做拒檢 那本隊同仁利用平時的一個 登檢的相關訓練技巧 還有佩戴安全的防護設備 那順利的登上該艘 登上該艘越界露傳 只是在這個登檢的過程之中 本隊的巡防艇還是受到它的衝撞 並且造成我們的架艙的玻璃 LED的燈板 還有我們的船身的一個欄杆 還有其他的行儀設備的掉落以及損壞 所以在返回的過程之中 我們的船速會考量安全的一個影響 所以在返回台北港的一個過程 它的船速有受到影響 以至於通知各位的一個ETA 會有一定的延後 在這邊為各位記者朋友致歉 以上說明 好 想問一下 所以他們在這個過程當中 是怎麼樣是拒絕我們的盤檢 那事實上其實在這個雷達上面 他們根本就知道 他們越船到我們台灣了對不對 是 跟各位說明一下 因為在禁止水域裡面 其實已經距我們新竹外海 已經11海里 已經在我們的那個領海基線 大約是6 禁止水域那6.7海里的一個位置 那並且剛剛有跟各位說明 它的船身差的這個拒絕登檢的一個鐵條 其實它不是船隻在做魚撈作業裡面 必備的一個設備 所以知道它對我們的一個登檢 其實已經有做好相關的一個 不配合的準備 那針對相關的行為 我們才會在廣播它拒絕配合的一個情況之下 再採取一個強行的登檢的一個作為 那他們有現在目前了解到說 他們是怎麼樣為什麼要拒絕你們登檢 或是有什麼樣的原因嗎 有說嗎 是因為魚貨量補撈太多嗎 那現在目前你們掌握到多少公斤數 目前我們掌握的公斤數 在那一艘越界的陸船上面的魚貨量 是2萬公斤 那針對為什麼會拒絕的這個部分 其實在海巡署歷年來的一個強制的執法之下 那還有他們在被我們大岸返回那個 返回我們港口之後會做的採法 其實對他們的本身的一個獲益啊 是有損害的 所以造成他們近年來的一個反抗的一個行為 會逐漸的加劇 那本署針對相關的一個執行技巧 還有那個防護裝備 也在逐步的提升當中 那後續想問一下後續你們會把他們 就是判完之後才會放回中國嗎 是那因為他這一艘船 對我們的一個公務船舶巡訪艇 已經造成一定程度的損壞 那除了我們在稍後將人員帶進港之後 除了將陸船的一個船員做留置之外 那也會報請檢察官啊 以妨礙公務的一個方式來對他做對應的採訪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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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